打一個set all 它會自動出現什麼click 那你請你找一下 on item click 那一樣new 那我的習慣是在哪一個 在greview上面建一個view 所以你可以把greview加一個greview 當你不加的話 它也會自動幫你建view 不過我的習慣是點 然後set 後面這一串貼上 跟剛剛那個建button的一樣 小瓜糊 大瓜糊 然後後瓜糊加一個分號 再來新增維持做方法 這個部分是固定的對不對 那特別注意呢我怎麼知道說他點了哪一個對不對 其實特別注意喔這邊有個int 的一個參數 在傳遞來參數裡面喔 只要是int的話 就表示說他點了哪一個喔 特別注意喔這個int呢裡面記錄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點了這一張的話 他這個int裡面的值 就會傳給你比如說你點這個對不對 他會告訴你 arg2裡面就是放一個0 所以呢那如果你點了這個的話呢 arg2就變成1 也就是說你可以從arg2裡面呢去知道說 使用者到底點了哪一個 有沒有哪一張圖 所以透過哪一個呢 特別說是int喔 以後的話很多其實都類似像這樣 像leastview裡面也有一個int 然後呢我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嘛 就直接把那個哪一個呢 把底下的這個有沒有 image show 我這個名稱點 set image resource 然後呢告訴他哪一個呢 告訴他就是哪一個 就這個 剛剛是arg2啦 不過我把它改成叫position 如果你原來叫arg2 如果你不改沒關係 你就arg2對不對 後面這個地方的話呢也是放什麼 放arg2 就是第二個參數 那透過這個參數裡面呢 去取得什麼呢 他的陣列的相對的位置 就會取得 比如說點了第一張 他就把這張圖拿來顯示出來 所以呢 將來你點了其中一張圖有沒有 你會發現 點了其中一張 他就這張圖秀出來 點這張 這張就秀出來了 OK類似像這樣 那這個greview其實還蠻好用的 你可以不用調很大 但是它的好處是說 如果你底下還有圖的話 按住不要放有沒有 往上推 他會有很多很多很多 小說圖就在底下了 他的顯示方式 基本上是垂直的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 另外有一個叫做什麼gallery 這個gallery是橫向的 我如果希望這樣播有沒有 那怎麼做 觀念上一模一樣 也是一樣要先建一個adapter 把圖先放在那個base adapter裡面 然後再放在gallery裡面 方法一樣 只是說有一些小細節不一樣 等一下再來看 OK請各位先試著把這部分先實做 先完成好了 那完成的 因為這一題程式比較容易長 在這邊有 你把它重整一下 我剛有把這個的完成程式碼在這裡 那我建議你把它開啟 開啟喔 然後從這邊 你可以把它貼到應該貼的位置上 最好是自己可以重新打過一遍 是當然最好的 OK 因為其實說真的 這只要是邏輯通之後 說真的 像我剛剛很多地方也是 不是實際的 都是透過我邏輯上面 我知道說 有這些邏輯 我就這樣子方式做出來 其實adapter裡面很多都是類似的方法 那你就可以不需要去死背那些程式 不然每一行每一行都要記 所以那記不完的東西 那基本上我是這樣 建一個類別 叫my adapter 然後呢在那個 那個adapter一定要是繼承 extense base adapter 然後在實作 它會自動產生有四個方法 只要實作get count 就是總共有幾張小說圖 跟畫出那些小說圖 並且把這個adapter 給那個creview裡面 給它用 這樣就OK了 所以以後 你們無論是 像圖檔如果不是在內部 在雲端也是一樣 你也可以怎樣 那先把那些圖 暫存在哪個地方 到時候也是可以給它一張圖去秀 無論這張圖在網路上 或者是說在內部 其實都可以秀沒有問題 齁